哇! 元朗中電電纜橋去年6月的這一場火 引發元朗、天水圍和屯門停電超過10小時 令到居民生活大受影響 其中他家冰箱裡的海產、肥牛和牛奶等變得不吃得 入品小額前債審財署向中電索償 星期四出席審訊 中電代表質疑他單憑食物的照片證明不到食物在停電後變質 又說過去沒有案例證明電力公司有責任持續供電 和有合理的供電時間 形容案件屬於無聊或無理纏繞 缺乏法律和事實基礎 認為申索人沒有勝算 申請剔除案件 現在就說我濫漏法庭程序 說我所信無聊樂意纏繞 我認為一邊也是去講 影一邊也是去講 影人無所識從 因為我是一個小市民 但他們是一個大的法律團舉 審裁官押後去到今月23日判決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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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